小猪佩奇被装进箱子里 被主人无情的扔在路边 她的主人是一名带货主播 由于佩奇的销量不好 就被主人疯狂的辱骂 说她是没有用的废物 并且让助理立刻把她扔掉 主人转头就拿走了旁边的蓝猫 她觉得蓝猫的销量肯定不低 于是立刻开启了直播 把蓝猫的售价定在29.99元 而一旁的佩奇就被扔进了箱子里 被司机扔在了垃圾场 佩奇祈求司机别扔下她 可司机却驾着油门赶紧跑 无奈的佩奇只好在路边乞讨 就连路人都懒得给她一口吃的 为了能够活下去 她只能找垃圾桶里的垃圾为食 这天佩奇看到主人还在卖蓝猫 并且夸她比佩奇好多了 佩奇心里瞬间暴怒 生气的佩奇发生了变异 身体直接长得比房子还高 并且还会发出出教 变异后的佩奇心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找主人报仇 她找到主人 主人正在工作 看到变异的佩奇立马吓了一跳 这天佩奇拖着沉重的身体 一步步朝主人走去 还假装跟主人打招呼 主人一边向佩奇道歉 一边让助理赶紧找蓝猫 此时的蓝猫已经长得比佩奇还高 听到佩奇来找麻烦 她悄悄来到佩奇身后 一巴掌把佩奇打晕了过去 主人命令她把佩奇扔掉 蓝猫一把提起佩奇 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佩奇变成这样 你还会喜欢她吗 男人头上插了一把尖刀 手里还拿着68度的白酒 医生看到后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七个表情 还没等医生给他检查 男人和朋友还想在医院干一杯 拍过X光后才发现 尖刀直接从后脑勺插到了鼻梁骨 脸上肿得跟肿了一样 我的天哪 男人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 才会擦这么深 最奇怪的是 男人跟没事人一样 还跟医生表演头皮摇晃杂技 医生都吓懵了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随后医生让他做反应测试 可测试结果却是 这把刀就像是假的一样 没给他带来任何伤害 男人一听没有事 又从裤装里掏出一瓶Oligate 准备当场给医生们炫一个 随后 医生对着照片 开始研究如何将刀取出 可他们没发现 男人的朋友又跑了进来 直勾勾地盯着那把刀 似乎想打刀的主意 但听到医生说 可以小心地将刀拔出后 朋友的小眼睛瞬间发光 脑子里似乎有了新的想法 医生丝毫没有察觉 还在商量怎么做手术最安全 经过一番讨论 医生们还是决定做开颅手术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医生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两个酒鬼单独灌在一个屋 突然朋友一用力 男人一点事没有 反而还感谢朋友的帮忙 随后朋友拿着刀走到窗前 医生看到亚麻瞬间呆住了 好在检查后发现男人身体没有异常 才让男人出院 可接下来的这个女人 鼻子里却爬出一个奇怪的东西 女人感觉鼻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总是让她起氧难难 医生帮她检查 结果女人鼻子里流出黑色的血 医生说你一定是没点在家关注 才搞成这样 随后拿指响给她擦一下 突然 黑色的血又收了回去 吓得女人就像你手机里第四个表情 并且鼻子肿得跟肿了一样 医生断定这不是血 而是一个活物 接着医生拿出上相头 擦进鼻子里帮她检查 随着内窥定的深入 鼻子内部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 医生还以为是自己之前看错了 把鼻血误认为成了水质 结果下一秒 医生大喊两个字 有水质 看来 女人鼻子里确实有一只水质 这情况 把医生都吓得头皮发麻 我一个变态看了也觉得变态 原来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前两天在野外游泳 回来后就感觉鼻子里有东西 还总是高烧36.5度 接着医生拿来烟熏和捏子 想把水质给熏出来 果然 烟熏马上有了效果 医生直接用捏子捏住 小丽却大喊医生松手 因为水质在里面 吸着她疼痛难忍 还没等医生反应过来 小丽直接一个大逼都呼了上去 医生心想怎么事 水质咬你 你呼我干啥 没办法 医生又叫来心理医生 给小丽做开导 告诉小丽如果不及时取出 水质就会在里面繁殖 到时候你全身都会溃烂 接着她让小丽用力吸紧鼻腔 把水质逼出 医生见状直接一夹着夹住 然后用力往外一转 水质终于被拉了出来 而下面的这个男孩 却把自己的头插进了水泥里 男人套上塑料袋 嘴里咬住吸管 接着往塞满水泥的电池炉里一栽 就这样 男人成功被恶作剧 朋友们高兴的 就像你手机里的五个表情 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眼看水泥逐渐凝固 大三的脑袋彻底出不来了 朋友这才打电话叫来福波勒 福波勒来了以后 先把电池炉外壳卸掉 还没等螺丝拧完 突然大三变得呼吸困难 慌张的四处跑 结果一个不小心掉进水池里 两个福波勒赶紧跳水 在水下把大三拖了上来 最可气的是 大三的朋友还觉得好玩 拿出手机点赞和关注 然后开启了直播 福波勒没空搭理他们 继续拆解电池炉 没办法 由于水泥已经完全凝固 想要慢慢来已经不可能 福波勒只好拿起大铁锤 一锤子砸了上去 水泥被顺利砸开 医生赶紧输入Oli给抢救 好在大三最终活了下来 接着福波勒一把抢过朋友手机 一脚给他踢进水里 并且警告他们以后别这么玩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福波勒万万没想到 他们第二天又接到报警 而受害的对象 居然还是大三 这变态的样子 我一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 大三低着头抱住柱子 一刻也不敢松手 随后朋友猛踩油门 轮胎带动转盘飞速旋转 这速度 足足有一分钟两千转 随着摩擦力增加 摩托车燃烧了起来 朋友眼看无能为力 只好找福波勒求助 福波勒来了以后 大三不知道已经转了几万圈 福波勒先把摩托车灭火 随后把转盘停住 可当他们看向大三 我的天哪 大三此时已经两眼充血 所有的血液都跑到了脑袋上 福波勒赶紧急救 把眼睛往回塞 这模样 谁看了不难受 大三命大的时候是真命大 居然又被救活了过来 此时大三的朋友 还躲在草丛里开直播 而直播的视频 正好也是他们恶作剧的证据 福波勒可不会惯着他们 把他们全部押上车带回警局 女人怀孕八个月即将生产 可是医生却意外发现 她的肚子里根本没有孩子 医生直接进出了 你手机里的14个表情 为了避免误诊 医生想给女人做一次B超检查 可万万没想到 女人的丈夫却极力反对 小丽的名字叫小红 因为担心孩子被遗弃辐射 所以小红从怀孕到现在 从来没有做过B超 我的天哪 这想法我一个变态听了都觉得变态 但医生还是以孕妇高血压为由 说服了夫妻俩做B超检查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第一时间找到教授 直言小红肚子里没有宝宝 但是几个月以来 却有正常的宫缩和胎动 教授听到后非常奇怪 小红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才怀孕的 随后她来到小红病房 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后确定 小红不存在精神类疾病 也没有妄想症 可是肚子为什么会大呢 正常人怀孕的过程相当简单 接着十月怀胎婴儿出生 而小红的怀孕应该是一种假象认诚 可能是某一件事受到了刺激 大脑过度焦虑 产生了怀孕的假象 但是问题来了 怎么跟小红说明情况呢 假性怀孕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如果直接说 肯定会对小红造成心理阴影 为了缓解小红紧张的情绪 医生直接告诉了小红实情 得知真相的小红瞬间崩溃 她无法想象自己怀胎八月 居然怀了个屁 眼看小红情绪即将失控 医生赶紧退出病房 最后小红还是选择出院 虽然她接受了事实 可是心理的打击却是最难受的 而接下来这一位病人 居然是一位大熊猫 大熊猫生病住进人的医院 医生们懵圈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救治熊猫的经验 眼看熊猫没点在家关注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医生只好按照救人的习惯 先给熊猫做了B超检查 检查发现 熊猫心脏周围存在大量基液 虽然熊猫和人类构造差不多 但是医生却不敢随意开刀 因为一旦失血过多 怎么给熊猫数血呢 血阔里可没有熊猫血 医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他拿出一根银制的铁针 想要抽出几页 可是一旦偏离一点点 就会导致手术失败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果然 手术失败 熊猫被抬进乐赤屋 两万伏的电机器 不停地垫在熊猫身上 可熊猫依然没有反应 此时 院长请来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小帅 请他帮忙救治 可小帅听到是给熊猫治病后 脸上出现了你手机里的九个表情 他果断拒绝了院长 因为他可没有兽医的经验 而院长的一番话 让小帅改变了主意 他说 熊猫能给当地带来每年一千万的收入 并且有一半的收入都捐给医院 用于救治没钱看病的人 最重要的是 熊猫在世界上的总数量 只有不到两千只 小帅被感动了 他现在救的不是一个动物 而是整个医院 接着小帅马上进入手术室 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熊猫的胸腔前 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只要动手术栽除就行了 手术过程中 熊猫突然心跳加速 小帅只好注射一根Oligate 希望能缓解心跳加速的问题 在医生的不懈努力下 熊猫成功停止了脉搏 小帅马上用电机器除颤 随着电脑响起的滴滴声 熊猫终于有了微弱的脉搏 接着手术继续进行 最终小帅把熊猫成功救活 不久后 熊猫就被送回动物园 多日的病痛 已经让他眼睛有了黑眼圈 可是熊猫的事情刚忙完 一个小孩子的鼻子里 居然出现了一辆消防车 男孩鼻子里塞进了东西 他担心被爸爸带去医院 就爬到房顶不敢下来 霍波勒接到报警赶来 夹起梯子爬到男孩跟前 小黑问男孩为什么这么做 结果男孩却说 鼻子里好像有个东西堵住了 他想塞消防车进去救出来 小黑直接笑出了 你手机里第四个表情 接着小黑向他保证 只要跟他下去 就不用去医院 自己就能帮他取出来 男孩这才答应了跟他一起下楼 接着小黑拿出一张纸巾 堵住男孩另一个鼻孔 让他用力喷气 可不管男孩怎么用力 玩具车依然纹丝不动 于是小黑又拿出一个镊子 男孩看到镊子吓得压麻呆住了 问小黑会不会疼 小黑心想你说呢 但是表面却说 我相信保证一点都不疼 男孩果断的犹豫了 但还是同意了小黑用镊子 就在小黑捏住玩具的一瞬间 男孩疼的直接掏出手机点来关注 看看小黑的表情 你就知道有多疼了 最后小黑使出挤奶的劲 哼刺一下把玩具拔了出来 男孩满脸流泪的指着小黑 小黑赶紧解释 要是放在我鼻子里肯定不疼 接着佛波勒顺利收工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的 佛波勒又接了男孩爸爸报警 说鼻子又被卡住了 无奈佛波勒又拐了回来 可是开门一看 佛波勒被眼前的一幕搞无语了 男孩爸爸不相信玩具能卡进去 就拿自己做了实验 结果还是卡住了 佛波勒都笑得憋不住了 我是李子 喜欢的点点关注 我们明天见